被稱為是傑尼斯神話 日本甚至亞洲的傳奇巨星 其所主演的戲劇 有十三部在日本平均收視率超過20% 有五部平均收視率超過30% 他設立了後輩難以打破的高牆 他風靡了全亞洲 讓無數個少女為他招失目響 他曾經所在組合更成是日本國民團體 這個團體締造了許多家機 許多華語圈或是韓國演藝圈 都以這個團體進行設計 發展他們的偶像文化 他的帥氣讓無數個女人為他著迷 但他的名氣遠遠蓋過他的隊友 讓他所在的團體人氣不均 團員們之間互有隔閡 也間接導致團體的解散 他就是牧村大神 傳奇的牧村拓哉 牧村拓哉出身於日本東京都 因為熱愛小動物 從小夢想成為一名獸醫 但在15歲時 姑姑偷偷瞞著他 把他的簡歷送去傑尼斯事務所 在通過書審後 傑尼斯打電話通知牧村拓哉 但一無所知的牧村對於演藝圈也性智缺缺 並挽拒了面試邀請 傑尼斯不放棄 一直打電話通知他 牧村前前後後拒絕了四次 最後因為母親的鼓勵 牧村才去面試 在通過爭選後 於1987年 牧村加入了傑尼斯 剛加入的牧村很受前輩的照顧 尤其是男鬥夫族的鋼本健一 鋼本健一時常帶牧村一起去吃飯 並且買禮物、衣服送他 甚至教導牧村如何彈吉他 他也是牧村最敬重的前輩 加入傑尼斯的牧村 雖然爭選時舞蹈能力跟不上同輩 但經過前輩的栽培 在舞蹈、音樂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現 甚至因為長相帥氣 出演了不少電視劇 其中最為知名的便是《愛情白皮書》 在劇中飾演深情難餓 清秀、文青的外貌 搭配溫暖的笑容融化了不少觀眾 與男女主角複雜的三角戀 也讓人看得格外虐心 這部戲劇打響了牧村的名號 並且牧村於1991年 Extmob六人組合正式出道 推出了第一首單曲 GAPSTAR LAVING 雖然獲得日本公信榜第二 公司推出的組合通常都會拿第一 但SMOP卻只拿第二 並且人氣與前輩團剛出道差別盛大 這樣的成績也讓SMOP 走出與當時偶像不一樣的路線 SMOP時常會上各種奏映節目 甚至主持綜藝節目 以搞笑來累積人氣 組合的人氣日漸升高 而牧村也開始他的傳奇偶像之路 在《愛情白皮書》受到注目後 在1996年演出長假 與三口自止一起演出這齣知名戲劇 在劇中飾演弱魄的鋼琴家 雖然畢業於名門大學 但卻始終不得志 只得在一家小音樂補習班打工 但前室友卻意外將未婚妻的物品捲款潛逃 留下錯了未婚妻葉三男 無處可去的葉三男 只得投靠未婚夫的室友賴明 奇妙的緣分讓雙方誤打誤撞的產生愛情 過程中也因數次挫折而一度想要放棄甘情 但因為男的鼓勵 再次鼓起勇氣爆名古典鋼琴音樂比賽 並且打破眾人的眼鏡 奪下冠軍 因為一個意外 完全無交集的兩人開始他們的姻緣 他們互相扶持 這段期間奇幻又微妙的生活 就像一個悠長的假期一般 這部戲劇平均收視率來到將近30% 讓牧村拓在一炮而紅 而接下來的戀愛四季 再次與鬆融子搭配 牧村飾演玩世不公的哲平 性格我行我素 在共思也是如姑鳥一般愛之干 因此慘遭降止 被降止後 新來的女同事正恰好是昨晚搭訕邀請去賓館 原本以為可以色色 卻不管被擺一道的離子 兩個冤家的感情糾結 兩男三女之間彼此錯綜複雜的戀愛 讓人看得格外心癢癢 複雜的戀愛關係 加上男主角表面玩世不公 私下卻是一個不敢表達內心情感 讓男女雙方的戀愛遇到屬於多挫折 但女主角勇敢追求愛情 為暗情不惜一切 才能有情人忠誠眷屬 全日本收視率來到30.8% 在2000年牧村再次締造神話 複雜在這年演出被認為愛情經典戲劇 美麗人生 是演一名年輕有抱負的美髮設計師 冬二 因為想要尋找設計的靈感 便到圖書館借書 邂逅而擔任圖書館管理員的女主信子 雖然行動不便而坐在輪椅上的性子 沒有因為天生殘疾而對生命氣餒 雙方的邂逅補出了人生的戀曲 而冬二溫柔且真誠願意以性子角度 一起看待世界的溫柔表現 讓雙方的愛情格外溫馨 一個只屬於兩人的世界 但可惜上天硬是要剝奪屬於兩人的快樂 性子的離開也讓獨自留在世界的冬二 背負了無形的壓力 這部《虐心》的影集在日本衝出30年來最高的收視率 突破41.3% 其後的兩部木村神話 Hero以及夢想飛行Good luck平均收視也都突破30% 前者木村飾演檢察官 搞怪又天才的偵破案件 讓人嘖嘖撐起 夢想飛行Good luck則是天才飛行員 身穿白襯衫 乾淨帥氣的制服 開啟飛機 帥死一票女粉絲 木村從鋼琴家演到設計師 再到檢察官以及飛行員機長 不論演出哪個行業 都讓全日本掀起當代的職業熱潮 甚至演出飛行員 更讓日本航空股價上漲 木村從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 就是冷氣保證 演出什麼那個行業就會受到熱烈的追捧 木村神話讓他拿下11次日劇學院的最佳男主角 並且連續15年是日本女性最有好感的男星冠軍 木村地道的神話至今無人能破 甚至2000年代 身世如日中天 一度要登頂的龍澤秀明 但木村拓在設立的高想下 也是過往雲焉 木村的帥氣讓他代表了潔淨師 也因此潔淨師就代表著帥氣 但身世當紅的木村卻在28歲時 突然在SMOP演唱會現場 跟粉絲們說他要結婚了 我現在要結婚了 對象是當紅女星公騰濟鄉 亞洲萬人民突然就要結婚 讓粉絲措手不及 而公騰濟鄉也被微小成女性功底 木村的結婚讓他負面能量俱升 媒體和粉絲都不祝福他們的婚姻 木村的人氣也大幅下降 這樣即便人氣效的木村 在2000年代演出的Hero跟Gura 收視也相當好 檢視木村的實力仍然是有的 但木村最被人詬病的 便是SMOP在2016解散事件 SMOP身為國民天團 擁有許多炙手可樂的經典族曲 但團中人氣分配不均 最出名的只有木村拓哉 和在眾議界備份相當高的隊長 中居正廣 因此SMOP彼此之間難免有疙瘩 但讓SMOP解散了導火線 便是公司的內鬥 SMOP在2016年初傳出要解散的風聲 原因便是SMOP經紀人泛倒三字 在檢尼斯的派系鬥正輸了 要離開檢尼斯 而SMOP除了木村拓哉外 其餘成員都要跟隨經紀人一起出走 而木村因為公司高層 曾經在他結婚時 幫忙壓過媒體的負面聲量 讓他不願意出走 因此被其他成員 冠上被判者的名聲 事件爆出後 SMOP身為國民天團 是日本對外的象徵 SMOP的解散 也讓媒體演藝圈和政界 多位大佬紛紛調和 才能讓SMOP暫時不解散 但SMOP的團員嫌隙已經產生 因此最終還在年底下宣布解散 木村自然是頭號針對目標 而SMOP除了中居鎮廣 和木村拓哉外 其餘成員全數出走 但2020年中居鎮廣 也離開傑尼斯 木村雖然因為結婚 還有組合的事情為人詬病 但木村仍然是傑尼斯一代傳奇 木村的輝煌就象徵著傑尼斯的輝煌 木村的表現也吸引許多傑尼斯 明日之星的加入 木村是愛家的代表 木村在海外人氣極高 但因為家庭不願出訪海外或在海外發展 相當保護家人 他的表現與許多傑尼斯前後輩 時常在六百目酒吧夜店狂嗨的形象相比 真的是好男人的代表 他的表現除了日本各地 許多華語圈和韓國演藝圈的明星 如林心如 亞洲空干王羅志祥 以及韓國國民女演員 少女時代的潤兒都相當著迷木村 而木村的女兒 木村新美與木村光希也紛紛出道 因為父母親優秀的基因家事 加上新二代光環 以及良好的家庭教養 讓姐妹一出道就成為媒體焦點 並且成為國際時尚品牌的寵兒 木村一家也時常要上媒體版面 木村除了帥氣以外 也是出了名喜愛海賊王的明星 在90年代 亞洲縫隙都還保守的年代 動漫時常被認為是宅象征 但木村絲毫不遮蔽 自以喜愛海賊王的表現 高人切木村喜愛海賊王 也讓喜愛動漫的族群 等於宅男不成立 為許多動漫名洗刷了刻板影像 木村締造了許多的神話 他是一代人的象徵 他與福山雅之的餘量景點 也是常為觀眾津津樂道 這期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影片大家麻煩訂閱啊 訂閱啊 謝謝大家